5月11号,朱英为新剧《雪山飞狐》主题曲《雪的道别》拍摄MV 为迎合《雪山飞狐》的感觉,朱英特别穿上低胸毛毛裙 她超sex的尺码还真是很难找到合适的衣服 出席活动时经常得自备服装 想不到好身材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 这部戏就是《雪山飞狐》嘛 那我们这首歌也是叫《雪的道别》 那就是一定要白雪啦 那除了白雪以外咯,还有斗篷啊 对,斗篷 然后在家里咯 因为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的尺寸不是很容易的 能够随随便便买得到 通常我碰见我适合喜欢的 穿着我漂亮的衣服我都会先买下来 然后看看哪一个机会 用在哪一个地方穿 那大家现在看见我这一件 就是我之前为了我的那个 呃,我的attitude这个我的专辑 呃,里面去订做的衣服 那碰巧有一个也有一个毛毛 那大家看见有一个毛毛 跟那个飞狐的那个形象很大 那来到才发现,哎,原来大家心里面的想法有点 有点,就哎,碰巧我没 我拿的时候没有想那个毛毛 就是想毛毛,没有想飞狐 结果我拿的都是有一些毛毛的东西 那发觉也挺有效用的 所以我也觉得有些时候 家里放多一些衣服 其实是能够保平安 尤其是我做这一行 他最开心的还是能为这部电影唱主题曲 这可是剧组特别为他量身打造的 片头歌呢,就是我的学的道别 特别为了这个雪山飞狐 这一次去做的,去特别为他们去订做的这个词 那那个歌曲呢,本身也是我另外一首国语歌的举来的 那尾巴呢,就是我另外一首让爱的 也是之前为了雪山飞狐去写的一首片尾歌 那一首歌呢,就是国语歌 那现在呢,今天大家看到了 就是我第一次为了我的电视剧 第一次唱广东话的曲题曲 还有第一次为了我的广东的曲题曲 去拍一个MV